我们在全世界第一次实现了猴脑的连接图的一些绘制 这个图展示的是从一个脑区跨到另外一个脑区 这些神经网络是怎么构筑的 相当于是在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有这种交通的轨道一样 这样就研究大脑的功能提供了基本的一个底层的数据 这种不同颜色的细胞 然后代表着它在不同的脑区扮演什么功能 我们就找到了大脑中密通细胞 专门在负责特定的这种恐惧行为反应 绿的就是负责装死样的行为 这群细胞就是负责逃跑样的行为 这些上面这些刺激器综合去工作 然后呢 其实我们很多做科研的人员呢 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新的技术能够孵化和转化出来 所以有我们院里面有很多老师自己就开始就复发一些企业和公司 是这个样子 我也是其中之一吧 把这些技术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整个这个链条现在是已经被大大的缩短了